感谢主我们又再一次来到他面前 讲到的题目呢 是心就一个字 有一个故事就是 有两条鱼在这个水里面游来游去 然后有一个大鱼 就问两条小鱼 这是一个童话 就说这个 你们觉得这个水怎么样呀 然后这个两条小鱼就是 不理不睬的继续游 然后过了一会儿呢 回来了以后问这条大鱼说 什么是水呀 就是这个 他们在水里面每天都习以为常了 就不觉得这个水是什么 然后也不会想到 哎呀我在水里游 它就是一个习惯动作 那这个小故事呢 其实让我来思想了一件事就是 今天我们 我们的敬拜 我们来到神面前 好像就是我们做着 很多日常的工作 我们每天一睁眼 上班下班 然后每天都是这样的生活 时间久了 如果别人问 说你最近心怎么样 心是什么 好像就不太能够知道 就像那个小鱼一样 习以为常了 不太知道 这个最重要的 它在靠着什么生存 这个鱼靠着水在生存 可是我们人 如果了失去了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丢了 都不知道心是什么的时候 我们很多的都是习惯动作 就像机器人一样 我们只有外面的这些动作 可是我们里面还是按兵不动 当我们一个人信主了之后 我想这个心就被换了 那我们今天呢 就想一想就是 专心地在思想我们的心 虽然我们都知道 我们人是由心跟肉体 两部分组成的 可是今天很多人说灵魂体 其实我们就是一个全人 这个人不能够分割的 当我们信了主之后 我们心里面有了圣灵 有了神的一个新的生命 那我们全人就是要跟随主的 不会是圣俗分开 好像就是我现在做的是 一个世俗的事情 我那个时间 我做的是一个属灵的事情 不会的 因为整个的人 整个的人最重要的 就是这个心 所以我们今天下午就特别的 用简短的时间 我们来思想一下这个心 在我讲到之后呢 还有一个小姐妹 她会有一个特别好的 一个简短的一个见证 所以我留一些时间 给赵燃姐妹 所以呢 今天我们就是特别的集中 大家就是来一起来祷告 求主来光照 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人生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心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在你的面前 我们的教会 我们的弟兄姐妹 属你的儿女 我们恭敬地在你的面前站立 求主特别地对我们的心说话 若是我们的心里面不改变 我们外面的改变都是突然的 也没有力量 也不会持续 主你看中的就是我们的心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求你就监察我们的心 让我们的心 能够赤裸敞开在你的面前 求主怜悯 垂听我们的祷告 让我们听的讲的 一同有受教的耳 有一个顺服的心 在你的面前 求主怜悯 拯救我们的心 我们护求你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这个真言书我们都会背的 真言书 真言书就是四章二三节 我们都明白的一句话 非常熟悉的 就是你要保守你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 是由心发出的 我们虽然会背了 但是我们要思想一下 我们这个心 今天我们的心里面 是怎么样的 所以呢 这个心的问题 这个 我们人的人体啊 这个心脏是最重要的部分 如果心脏不行 这个人就没有命了 所以这个在这个人生的路上 心的这个问题 是人一切问题的一个根源 我们里面出问题的时候 我们外面一定会出问题的 所以当我们心里面的 这个不清楚 那我们活出来的 也是一个不清不楚的生活 那心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全部 所以呢 生命的这个源泉哈 就是它是一个 我们人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它是一个整个人 支配着我们的这个动作 我们的存留 在乎这位神 所创造的我们的这位 我们的心 所以圣经里面 你数一数的话 用了876次 就是关于心 刚才我们的请经文 也是说 我的心呢 你要称谢耶和华 当我们唱诗的时候 可能有口无心 有些时候就是口是心非 就是我们的心 究竟是怎么样 所以这个圣经是非常重视的心 而不是头脑 我们经常说 一句神的话 进入我的脑海 其实不是进入到脑海 是进入到我们的心的时候 才有这个行动的一个动力 所以这个心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这个奥古斯宾啊 有这个有一句话 然后有一个画家画了一幅画 这幅画特别的有意思 这个人提着一个漏了的一个箱子 一个破漏的箱子 就特别配合奥古斯宾的这一句话 就是除了罪之外 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想一想是不是这样 就是我们除了罪之外 我们的心里面充满了很多很多的 这个不是神要我们充满的 在我们心里面 所以就是 就像这个一个空瓶子一样 这个空瓶子里面你装什么 看你装到的是什么 我们就得到这瓶子里面的是什么东西 这个心就像如同一个瓶子一样 你装什么 你就会得到什么 所以那个加勒泰书六章七节里面 就是说人重的是什么 收的也是什么 重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有一个人生的一个规律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看到一个结果 但这结果你反想回去 就是反省一下自己 想一想 我怎么样得到这个结果呢 其实是我们之前的那个罪带来的 人信主之后 你有很多后遗症 就是之前我们不认识神 不认识圣经这个说明书造成的很多恶果 所以呢这个心就像一个空瓶子一样 我们特别要看重的是这个心里面装的是什么 那个加尔文 加尔文说这个都很熟悉的一句话 加尔文说呢 他说无论你的理想多么神圣啊 我们一出生一长大 进入到学校 无论是老师还是父母亲都给我们好你要有一个理想 我从小就被教育就是你要有一个宏大的理想 然后也不知道这个理想是什么 一直就是奔向那个一个虚幻的东西 叫做理想 那加尔文说的呢 就是无论你的理想有多神圣 你要与你的理想保持这个健康的感情距离 就是这个就是跟我们的教育 其实是一个颠覆的 我们是要好像是这个很看重这个 我们的目标叫做理想 我们的幻想 我们有一个理想的目标要做什么 那如果我们要保持这个距离 我们是怎么保持 那就没有了 那所以不要让你所追求的这个理想呢 控制支配你 因为人的心是一个偶像的工厂 所以他讲这一句话 很值得我们去思想的 就是我们这个每天 这个上班工作职场 然后服饰 就整个的人在信了主之后 我们的整个生活是一个服饰的 侍奉的人生 侍奉就是感恩的一个回应 无论你做家庭主妇 无论在哪个职场 无论你是工程师 无论你是画家医生 不管你在世界上做什么 我们其实都有一个人生的目标的 可是现在我们要想一想 就是你的人生的目标 你要跟他保持一定的距离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人的这个心呢 是一个偶像工厂 专门制造偶像的 就是你跟神之间有一个拦阻 就是把这件事情看得比神还重要的时候 不管是什么 包括我们的教会的事工 包括我们好像有一个远大的一个意向的一个负担 就是我们一个计划 教会的理事会要开会的时候都要讨论这个意向 要跟这个保持一个距离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中了一件事情 超过了看中神 慢慢的你就像那两条鱼一样 不知道现在神要我做什么了 他看中的是我们心里面的想法 可是我们就是看中心里面这个想法呢 过于我们跟神的关系了 所以我们这个心很复杂的 是一个偶像工厂 我盼望弟兄姐妹可以思想一个这个话语 就是我们所看中的很多好的事情 理想 我们所追求的 我们需要要保持一个距离 不要让这个来控制我们 让我们远离神 很多时候是一些好的事情 让我们远离神 所以这个就是 今天我们要思想 神在我们的心里面要制作什么 我们自己制作了很多偶像 是大过神的 这个约翰福音 这个刚刚我们读的 约翰福音二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 就是这里面耶稣在这个 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呢 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这个神迹 我们要留意的就是 这些人看见 看见耶稣外在行的这个神迹 然后就信了 今天有很多人就是看见神在解决了我的难处困难 然后看见神是那么大能的一位神 他行了神迹 然后就信了 但是二十四节特别留意的就是 但是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给他们 那么在这个新一本里面呢 这个交托它是议成的是信任 就耶稣却不信任他们 他们虽然信了 但是神不将自己交托给他们 因为他知道万人 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 因他知道 人心里面所存的 新一本里面 一本呢 就是因为他对所有的人都有一个深刻的了解 他不需要人告诉他关于人性的事 因为他洞悉人的内心 这个是新一本 新一本 这个 这个一对照的时候 你就知道 上帝只监察我们的心啊 就是我们的心里面究竟是什么 不需要我们去解释 不需要我们去说 也不需要谁见证人怎么样 他都知道的 那这些人信了 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就是 神不信任他们 他们信了耶稣的神迹 可是耶稣不信任他们 不把自己交托给他们 那意味着什么呢 这些人信错了 信的是神迹 没有信耶稣 把神迹拿走了 这些人就不信了 所以在生活里面 当遇到困难 神没有解决这个困难的时候 很多人说不灵了 我不要信了 就是神连这一点都不能帮我解决的话 我信他干什么呢 这就是今天很多人 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信的是神给我们的好处 神迹 解决我们的难处 是我们的一个靠身 是我们的一个强烈的一个保障一样 我们信了他 然后凡事都祷告 这个人很尽钱 每件事情都祷告 可是神却不将自己交托给他们 因为他们信错了 这个严重性在哪呢 如果耶稣不信任我 如果耶稣不把他自己交给我 这个意味着就是我没有重生得救 就是他的生命他没有给我 他也不信任我 因为他知道我会变的 他知道我今天信 明天就不信了 所以这个是特别特别的 来省察我们自己这颗心 我们到底信的是什么 然后我们才知道 神如果不把他自己交托给我们 就是没有得救的人 没有得救 就是我的生命里面没有耶稣 我不是基督徒 所以叫我们特别的谨慎省察 那就是我到底信的 是不是耶稣的神迹 耶稣的那些外加的部分 而不是耶稣自己 有几段的关于新的这个经文里面 这个新其实就是一个属灵的战场一样 在圣经里面整本圣经都看见 属灵的战场最激烈的在哪呢 就在我们的心里面 所以这个最大的敌人 很多时候我们说这个魔鬼 是我们的一个仇敌 但是最大的一个仇敌 是我们自己心里面的那些问题 这个圣经里面特别的告诉我们 这个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五节里面 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 你们的心如何 你们并不知道 这个是两个门徒 看见这些人不信耶稣 不接受耶稣 他们就传福音 他们不接受拒绝的时候 门徒就是说 主安你降火 把他们都烧死了 所以耶稣就说 你们的心如何 你们不知道 今天如果我们看见一些人 拒绝我们 或者是我们看着不顺眼的一些人 或者是这些得罪我们的 就是许许多多的事情吧 我们的心里面是什么 我们的心我们知道吗 耶稣今天问我们 你们的心如何 你们并不知道 我们知道吗 耶利米书里面 十七章第九节 就说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坏到极处 谁能识透呢 人心呢 遇到很多事情 就是这些年 在这个 幕会的里面 碰到许许多多婚姻的问题 我经常的 不止这么说 屈指可数的 不是 很多很多 我都数不清了 很多人跟我说 我真没有想到 这个人是这么坏的 她的丈夫做的事情 这个姐妹完全崩溃 就告诉我 她说 我真的没有想到 这个人能够坏到 这个地步 所以这一节经文呢 就出来 所以我重复重复的 告诉了许多的 这个姐妹们 就是说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坏到极处 谁能识透呢 这个是圣经早都说的 因为你不信圣经 所以呢 你不知道 它坏到这个地步 我们人就是 就像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是一个 这个被她妈妈 祷告了三十年 才悔改的 她无恶不作的 年轻的时候 她少年的时候 那所以呢 她说 我们人所拥有的 就除了罪 什么都没有 其实说的是 非常非常准确 就是这样 一个节经文里面 给我们看见的 就是人的心 比万物都诡诈 你可能说的 很好的时候 你里面 不一定是跟你的口 和心是对的 所以这个 当我们操练祷告的时候 这个 要奉耶稣的名 祷告阿门 阿门的意思就是 我所说的是 发自我里面的 所以这个 这个 这个西伯来文 就是说 阿门 为什么祷告完了之后 必须要说阿门 就是我们要谨慎 我们的心口 是一致的 所以真言书里面 就说要保守你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生的果效 最终神要审判我们的 也是我们的心 是由心发出来的 真言书里面 二十三章十九节说呢 我儿 你当听 当存智慧 逃在正道上 引导你的心 全部都是归结到 我们的心 就是我们要 要当听 听神的话 智慧就是 站在神的角度 看世间所有的一切 就是站在圣经的角度 如果你不好好读圣经的时候 你一定是没有智慧的 所以当听智慧 在这一条正确的路上 它引导我们的心 把我们的心引导到正路上面来 我们才可以 有一生的这个果效 是好的 所以那马太福音里面讲呢 因为心里所充满了 口里就说出来 很多时候 我们不经意说的话 就是证明了我们里面的东西 很多人说 哎呀我说错了 其实说错了 因为里面是这样的 只不过你意识到 这个我的心不对了 所以我说出来这个话 你不经意所说的话 你没有经过祷告 深思熟悉的那个话 一定都是里面 那个充满了那些问题的 诡诈的很多的东西 会不由的就会 不知不觉的就会流淌出来的 然后创世纪六章第五节 里面就是也看到 就是耶和华见人在地上 罪恶很大 终日所心想 所思想的 尽都是恶 我们的思想 这个心就包括了思想意识 我们为什么想 因为我们的心是这样的 那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呢 就要对付我们这个心 怎么样解决这个心里面的这个问题呢 是有出路的 如果我们跟神没有关系的时候 我们的心没办法解决了 所以我们教育孩子的时候 没办法改变他的心 你只能改变他的行为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在培养法利赛人 就是你表现好 我今天给你什么奖赏 所以我们我回想了一下 这个我们所受的教育 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教育 就是你的行为好了 他不管你心里面 是不是跟你的行为是配搭的 相称的 所以我们就是培养了很多孩子 他会装 他知道他懂得这个 可是他在心里面 没办法解决 就是所思想的 尽都是恶 全部都不是神要我们思想的 那有这个一个出路 就是神的道 希伯来书里面说 神的道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两人的利剑更快 甚至魂与灵 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 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变明 所以这个思念主意 都是从心里面出来的 所以就是心里面的这些东西 都能够变明 就像一把利剑一样 把人戳穿 所以神的道 才能够解决我们这个心里面的 这些问题 特别的给我们的榜样 就是玛利亚 玛利亚在路加福音里面就讲了 他把这一切的话 他虽然当时他不是那么明白 但是他对神的话 就是有一个敬畏 他把这一切的事能都存在心里 他反复的思想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 为什么要细查圣经 细细的品尝 细细的来看 这个圣经这一段 他究竟要讲什么 一直反反复复的 我们在训练 就是这个细查经 就是把这个神的话 放在心里面 反复思想 反复的去查考 才可以解决我们心里的问题 否则我们没有办法 那这个马太福音 十三章 三到八节里面 给我们看见了四种心 四种心田 我们必须要做一个换心手术 不然我们看了 这个四种心 有三种心呢 这个给我们看见 我们是哪一种心田 我们可以想一想自己 我们这个心没办法 我们替别人来决定 替别人来判断的 只能自己看 那时候有一个撒种的 出去撒种 撒的时候呢 有落在路旁的 落在路旁就是飞鸟来了 就吃尽了 这个叫做路旁心 第一种心 就是路旁心 就是我听了道 我听了神的话 我看了 葫芦吞枣了 然后呢 都没有消化 出去了 所以呢 就是这个飞鸟 代表了魔鬼 魔鬼专门把神的话 从我们心里面都夺去 那在路旁 想在路旁 路旁心就是 对神的话漫不经心 我可以听听而已了 我听听看看 我从来不思想 也从来没有灵修 也不会说 我拿一个本子出来 把神的话写一写 这个到底这一段是什么 我跟神有一个 非常切实真实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个叫路旁心 那你听了看了就忘了 仿佛好像圣经是这么说 可是对你来说 没有这个种子 这个人 这一种的心呢 是没有得救的人 飞鸟就把他所 这个吃的神的话 就给吃走了 叼走了 没了 然后还有呢 是第二种心呢 是石头心 就是它落在那个土浅的 这个石头 石头地上面 这个土呢 不深 如果你有种植了 喜欢在后院里面 种菜的人 你就会知道 所以土呢 很浅 然后那个 发的苗特别快 因为土很浅嘛 这个一下就长出来了 可是太阳一晒的时候 因为它没有根 然后就枯干了 那么这种石头心呢 就是 呀我听了这个圣经 我听了福音 我欢喜快乐的 我立刻就接受了 可是呢 它信 它那个心里面 是信的那个神器 信的是神 解决我的困难 完全都是自我的 我要神 是我的一个拐棍 我有需要的时候 很多人说 我有困难的时候 我就想起神 这个就是石头地 没有根 很快就不信了 很快就是 干了 这个生命没有根的 没有得救的 第三种的心田呢 就是落在那个荆棘里面的 这个荆棘长起来 就把它挤住了 这个荆棘啊 是 它对圣经 它也可以聚会 它也可以过基督徒的生活 就感觉 它都在过基督徒的生活 可是一到考验的时候 那个荆棘一来 刚才说 我说心里面是 这个偶像制作厂 这个工厂 所以一件事来了 马上就是 看重这件事比神更重要 这个读经没有时间了 祷告没有时间了 教会没有时间去了 什么事情来了 都比神重要 因为这个就是荆棘 它就长不起来 它也决志了 它也祷告了 也受洗了 可是这就是 金钱的思虑来了 这个利益的冲突来了 就把它挤住了 没办法找 也没有得救 三种土地 三种的心 必须换心 只有一种的人 一种的心是得救的 就是豪土 这个豪土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它可以结果子的 有一百倍的 有六十倍 有三十倍的 就是当神的道来了以后 它这个豪土呢 就是给它什么 雨水阳光 它都吸收了 然后就很真实地 结出这个果子来 这个就是一个得救的人 一个得救的人 很多时候我们说 哎呀什么是一个得救的 得救的人 他就会结果子 他一定会改变的 不可能说 有耶稣的生命在我里面 我活出来的 就像魔鬼一样 你鬼的生活 不可能的 除非那个鬼 占据你里面的 你说的都是鬼话 那么心里面 有神的这个 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时候 它就会长 这个就是有苗不抽长 它就可以结果子 有一百倍 六十倍 三十倍的 这个唯一 一个得救的人 他会有一个生活的表现的 所以这个就是 阴性称义 称义了之后 我们接受了主 这个好的土壤 然后之后 就会有 雅各书里面说的 就没有行为的信心 那是死的 那个信心是死的 所以这个四种的信呢 就是一旦有 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时候 你信清楚了 你信的态度是对的 悔改得生命 在这个真理探索里面 悔改得生命 那一个 那一刻 都是看我弟兄姐妹 可以反复的思想 反复的去听的 就是神告诉我们 信的一个标准 是圣经里面说的 不是我们想象的一个信 我信就好了 我不会像你们那样 我不用去教会了 那是你的标准 不是圣经的标准 圣经的标准 信了 你就会有一个结果 就是会结实的 那菲利比书二章五节呢 就是当你结果子了 这个心是被神充满的 被神的这个真理在里面 神的话不断喂养 不断喂养 所以呢 你就认识了这位神 当你不认识圣经的时候 你一定是不认识神的 因为当你认识一个陌生人 这陌生人一定要告诉你 他是谁 他从哪来 他有什么事情 他要向你敞开了 你才能够了解他 他如果遮遮掩掩 不告诉你他是谁 你就不能够认识他 这本圣经 神把他自己赤裸敞开的 告诉我们他是谁 那所以这个 他从马草里面 一直到空坟墓 他的性情 在这四福音书里面 写得淋漓尽致的 你不读圣经 你就不认识耶稣 所以这个 有一句话说 这个从马草到空坟墓 他是一个动情的神 他不是那个心里面 是不动的 他是里面充满了 那个情 那个情有公义 有慈爱 所以他 他肯来医治我们 那些大麻风的病人 他去摸他们 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 一个又真又活的 这位神 为了我们能够认识 他的道求的肉身 住在我们当中 他有愤怒的 这位神是一个愤怒的审判者 他有怜悯的 他也有忍耐 能够忍耐我们一生 你犯了那么多的罪 你不要觉得神 现在没有来管教你 有一天 那个管教 审判临到你的时候 你受不了的 那个是圣洁的神 要审判的 但是他有怜悯 他有忍耐 他等着我们悔改 他很忧伤 当我们犯罪的时候 他忧伤 他也感同身受 因为他在世界上 生活了三十三年半 他知道你我的 人 人间的这个生活是什么 他全部都体会了 今天我们如果说 我们很受委屈 很受苦的时候 你就想想耶稣 他所受的委屈 他所受的苦 他所受的羞辱 没有人可以比的 所以当我们到十字架面前 如果你是一个豪土 你的心里面 就会被神来改变你 路加福音九章五十六节里面说 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的 他是要来救人的性命的 那我们今天 有的时候我们会 代替神的那个位置 来做审判 当我们看见一个人犯罪的时候 我们就说 我们一定要持守公义 一定要怎么样把这个人 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在文革的时候 我们看见踏上一千只脚 还不够 就把一个人往死里整的 但是人子来 他不是灭人的性命的 他审判是为了救人的性命 在这个世界上 他给了我们所有的这个审判 都审判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他给我们无限的一个忍耐 要我们悔改的 他在我们身上的一切怒气 为了那个罪来管教我们 他是为了你的悔改 如果你一直心里面充满的 就是鬼诈 不能够在他面前悔改的 有一天 你就是那三颗心呢 就是重什么就收什么 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里面 就是神因为神拆他的儿子 僵尸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那是要教世人因他得救 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 你就知道 神不是来定我的罪 是要我因他得救 就是我要悔改 知道什么是福音 这个是福音 那我们今天呢 就是要训练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怎么样训练呢 就从读经开始 从爱慕 从爱慕神的话开始 就是我们要从心开始 那我们今天通常 我在回想的时候 就是我们很多教会 都在这个 有一些的很多的事工 然后说门徒训练班 我们都是一期一期的 原来我们开这个门徒训练 门徒训练的班 有这个查经班 门徒训练 我们这个以前 就是从真理探索 给目道友开的 然后呢 受洗了之后 有出信栽培的 出信的课 然后就是门徒训练 门徒训练 这个这个班呢 一般一般的 可是有多少的人 真实的是从心里面改变的呢 所以呢 这句话就是说呢 耶稣怎么样做门训呢 耶稣在世界上 四福音书里面都给我们看见 他带着门徒啊 他关注的是他们的 心里面的悔改 所以当这些门徒 这个服侍 赶鬼特别的成功的时候 就回来特别的高兴 说跟耶稣说 今天我们的服侍 连鬼都服了我们 非常开心 可是耶稣说什么呢 耶稣说 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 你们就欢喜 你们要因你们的名字 在天上而欢喜 我们今天心里面 欢喜了很多时候 都是哎呀 我们有果效 我们传了一个福音 这个人信了 我们特别开心 可是我们一次两次的 就是没有果效的时候 比方说在一个人身上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 可是他还不能够改变的时候 我们这个时候 那个焦点 为什么很多时候 我们会灰心呢 灰心就是因为 我们要的是果效 如果我们为我们的名字 在天上 为我们的心 被神悦纳了 就够了 为什么还灰心呢 我们做了神 要我们做的事情 但是我们不够 我们还是要这个果效 那耶稣都不这样做 为什么我们这样做 就是耶稣训练门徒 在世界上面 在这个四福音书里面 看见最没有果效的 传福音的人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 这个心里刚硬 满城的人 就是这样 他们不悔改 那耶稣就是 在赶除那两千头猪的 那个被鬼附的那个人 救那个人的时候 是最没有果效的 就救了一个 这个被鬼附的人 一个在别人看来 是一个渣子 人渣 给他放在坟营里面去 他就只救了这一个 所有的人都拒绝耶稣 但是耶稣做过 耶稣继续地来做 留了这么一个人 让他成为这个地方的 一个见证 耶稣不看这个表面的 这个果效 也不看这个眼前的果效 他看的是这个人 人心改变没有那么容易的 就十年数目 百年数人呢 就帮助一个人 悔改改变 不是立竿见影的 不是我跟他说一句话 他就改变了的 这个是神的工作 神改变人心 所以当我们的心错的时候 耶稣就是这样 在世界上责备门徒 也是让我们自己警醒 就是我们的心如何 我们并不知道 所以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显察的是回到我们的心 训练从心开始 就是我们是摇 这个神是摇将 他要塑造我们 塑造什么呢 不是塑造我们外表多好 塑造我们这个表面的果效 可能可能这个果效 一点都没有 可是这个心里面的改变 是我们看不见的 他塑造的是我们的里面 那个内心 有这个有两幅漫画 就是这个漫画 因为我们透过这个艺术 透过画家的手 笔 就一下来我们可以一目了然的 就是我们很看重的 我们的恩赐 我们是不是得到神的祝福 能力 智慧 有没有恩高 我们特别的留意这些东西 我们对一个人的评价 也是这个 他很有恩赐 他很有能力 他很有智慧 他被神使用 他有祝福 那这个话里面就告诉我们 不要只是懂得渴慕这些 更重要的是渴慕神自己 所以我们的心里面 是这个经常要清洁的 如果一个人一年不洗澡 你想得抽到那个满大街了 如果我们的这个心里面 不洗澡 里面不清洁的时候 那个是很肮脏的 是被神 根本就 也面不能够看的 他为我们的这个心里面的罪 舍命来使 加上我们今天渴慕的是什么 渴慕的是神自己 是他自己 那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要看 神 他自己 在说什么 不是我们外加的 我认为 他是说什么 我觉得 他是怎么样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就是一个谦卑的心说 主你告诉我 这一段你要跟我说什么 要改变我什么 渴慕的是神 他自己 那这个属灵的操练的目的呢 不是为了得到这个更多神的爱 很多人就是觉得 有一个交换心理 就是我越服侍神 好像神给我的越多 我要的 就 他就给我了 还是自我 里面的心还是不变的 所以我们的读经祷告 我们的进食 为什么要有进食祷告操练 为什么要有祷告的操练 为什么要有独处的操练 不是为了得到神 更多在我身上的爱 而是让我们更懂得 怎么样去爱他 去爱神 所以这个祷告呢 就是主我教导我如何 更爱你 所以我们的一切 读经祷告 进食 和我们跟神的这种 灵修 独处的关系呢 是为了我们怎么能够 教我们怎么能够爱他 我们不会爱 我们以为 给他做很多事情 就是爱他 其实他要改变我们的里面 透过服饰 透过事情 来光照我们里面的 那个肮脏 让神把它洗干净 所以呢 这个 这一幅图 就是 就是 有很多基督徒 像什么呢 就像这个 就像这个图里面 就是河边的石头 河边的石头呢 有什么特点呢 就是外面 它被水弄湿了 外面是湿的 可是这个石头呢 很硬的 刚才那个石头地 就是这样 没有根的 所以呢 这个 这个石头呢 外面是湿的 可是里面是干的 永远进不去 石心 石心 就人的这个价值观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思维方式 就是我们没办法 让福音来改变 我们还是以前的 这种老的价值观 就是里面不改变 就是我们的心 永远都是 肉体上面的 属肉体的 可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就是颠覆我们里面的 就是你今天的 所有的成功 别人看起来的是 好的东西 你很羡慕他 这表明我们里面 还不是福音 我们里面被福音 改变的时候 这个价值观思维 就不是凭外貌看人吗 不是看他表面上的是什么 是进入到里面 当我们灵修的时候 我们比方说操练祷告 我们不是按照那个程序 来操练 像机器人一样 一二三四这样 这个操练是没有任何的 价值跟意义的 是我们里面 当我们这样操练祷告的时候 我们省察的是我们里面 究竟有没有认识神 我们跟神有没有这种 这种爱的关系 如果你是跟一个人 谈恋爱的时候 我相信你有说过完的话 可是跟这位神 你竟然没有话可说的时候 你要想一想 我们里面 这个是有没有神的生命 有神的生命 有苗的不愁长 一定会结识 就是跟他有感情的 一点点的建立 这个是叫做生命成长 灵力成长 生命之旅 是有一个过程的 你从诗篇 第一篇 一直到一百五十篇 你都可以看见 我们生命之旅 就是从喜爱神的话开始的 诗篇第一篇 一开头就说 唯喜爱耶和华 话语的人 就业思想 那人便为有福 所以就是 从喜爱神的话开始 然后呢 一直到一百五十篇 你们都要赞美耶和华 这个人人要赞美耶和华 凡有气息的 都要赞美耶和华 这是一个生命之旅 赞美耶和华 从喜爱神的话开始 一直到我们跟神的那种爱的关系 你不可能 赞美不出来 这位神太伟大了 有述说不完他的作为 你要如果让一个人讲见证 他就说呀 我最近没有什么见证 我心里面真的很难受 就是 我们的见证 几天几夜 甚至一生都述说不完的 那个见证太多了 天天都有 你要写一本书 可能一落 那个是 我们里面不断地被主更新的 就是 这个是我们基督徒 特别显察 就是我们里面 里面不能再是 世俗的肉体的价值观 和思维方式 那这个 我看过一个弟兄 他叫安德烈弟兄 他是这个 他创作了这个 有一个事工 叫做敞开的门 他有一本 他的传记 也就是写他自己 就是他是什么呢 他是号称 自称是上帝的走私者 就是他到一些 不能够公开 送圣经的这些国家 他走私 他想尽了各种的办法 把神的话 送到那些 不能够有圣经的这个国家 所以他开了这样的一个 事工 叫做敞开的门 那他所说的就是 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 我们的使命是叫敞开的门 他创办了一个服饰的名字 就叫敞开的门 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说 是因为我们真的相信 任何的门 随时随地都是敞开的 他说这个宇宙万物的世界 都是神的 哪个国家不让进圣经 哪个国家不让信耶稣 不让看圣经 听神的话的 那个门就是敞开的 任何的门 随时都是敞开的 只要你愿意去 所以他就做了这样的一个事工 这个我相信是神 给他一个特别的 一个看见 看见有一些 没有圣经可怜的地方 他们没有盼望 生活在非暗里面 所以他就说 你只要去 不要担心回来的问题 你只要把圣经 送到那个 没有圣经的地方 你不用担心回来的问题 因为每上门都是敞开的 就是我们可以进去 去宣扬它 所以这个就是 敞开的门的一个 创始的这个人 这个弟兄 他叫安德烈 我很感动的就是 当他的心向神敞开的时候 神给他看见了 所有的都是敞开的门 是可以把神的话 进去的 所以呢 我们今天有圣经 很多地方没有圣经 我们今天手里面 捧着圣经 可是我们有多少人 珍惜这一本圣经 是让一个走私的人 可能送到那个地方 很多人都看不见的 很多人没有听过福音 那今天我们手拿的 这本圣经 我们是用什么样的心 去探 去读 所以这个 当我总在听 这个交响乐的时候 我就想到 在诗篇一百五十天里面说 凡有气息都要赞美 也好 就是我们就是 交响乐里面的一个人 今天神给我们看见的就是 我们怎么样活出一个 人生的终极的 就是我们 无论顺境 逆境 是一个全人赞美神的 一个生命 这个生命 就是从爱神的话开始的 所以当我们 打开心里面的眼睛 我们就可以 来奏出这个 最大的交响乐 那最大的交响乐是什么呢 我就思想 就是最大的 我们人都求大 那最大的是什么呢 最大的就是神 最大的交响乐就是 我们奏出神 同在的 那个人生的乐曲 无论神给你的 是哪一个服饰的岗位 今天一会儿 我们要听小姐妹 这个 赵然姐妹 她在一个残疾人的教会来服侍 我很感动的就是 神爱惜每一个生命 所以我们就是打开我们的眼睛 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 认识她的时候 神给你一个回应 就是我们能够知道 启示录里面说的 她是初 她是终 这样的一位神 在我们的内心里面 我们是一个大的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 耶稣基督拯救出来的 这样的一个人 是神同在的 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乐曲 我们活在地上 无论活多少天 它是有意义 有价值的 有一天我们见神面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知道 坦然地跟他说 你是息在 今在 永在的这位神 那你是初 你是终 我有了你 就有了一切 这一切里面 就把我的心里面的 所有的肮脏拿走 换心手术 把以马内力的神 放在我的心里面 然后每一天 不可能 不可录圣经 不可能不祷告 祷告不是操练出来的 读经也不是操练出来的 是这个心里面的生命 在主的面前 每一天 他在雕塑我们 这个叫做 灵命的操练 是把我们的心 每一天换心 这个 我的姐夫啊 做了一个心脏手术 就是支了五根的 这个管子 就是搭桥 还是什么 不太懂 就是当这个心脏 解决了 他还活着 当心脏没有了 那么这个人 就没有生命气息了 所以当一个人来到这位 他是初 他是中了 这位神面前 我们的心 就会跳动起来 这个就是我们跟神 搭上了这个桥 这个心 就把那个石头心 把这个路旁心 把这个荆棘心 全部 把它清理掉 把石头清理掉 把荆棘清理掉 清洁的 就是这位神 息在 金在 永在 这位神 居住在我的里面 这个就是 我今天 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看望弟兄姐妹 每一天 从心开始 我们读经 祷告 一切的操练 一切的服事 过每一天的日子 来形成 我们的心 有多少 是被福音 更新了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 我们在主的面前 谢谢主 我们无法用言语来感恩 我们就把自己 摆在你的手里 让你来塑造 就是这一块泥 这个瓦器 没有任何的用处 但是主 你的宝贝 你的这样全然圣洁的 这位神的生命 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 以马内力的神 每一天跟我们同在 我们就是在地如在天 直到见你面的日子 每天活着 就是基督 我们死了 就有益处 主求助 特别的怜悯 让我们老的生命 不断地死去 让我们这颗心 是完全属你的 让你充满 我们的心里面 没有任何黑暗的角落 留给那个恶者 不留给我们的罪 我们只留给主耶稣 你钉横的手 十字架 你的话语 你宝贝的圣经 放在我们的心板上 刻在我们的心里面 一生一世 跟着你对我们的心 说话 我们走每一天的日子 谢谢主 垂天我们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我上月去腾的教会的时候 他们的会中很特别的 很多有需要 但是也感谢主 让赵燕子们 在当中的服饰 所以今天也非常的高兴 他今天能在我们当中 跟我们一起的分享 请赵燕子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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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的交通 如何跟他们了解他们 有怎样的帮助他们 我想这方面 他也很多在跟我们分享 今天可能分享的时间不长 以后有机会 但是以后有机会 可能很多的分享 非常抱歉 拖延一些时间 我想大家可不可以 先站起来来stretch一下 因为大家有看到 大家做的天真的很累 谢谢 好嘞 来我试一下 太滚入了 太好了 大家伸伸反腰 stretch一下 我去了 我从温哥华一路过来 然后路上我已经喝了两杯咖啡了 大家可能是不太 我拿着桩图好 我已经认破了 对我 嗯 这个 哦对 可以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因为我自己的教会比较随意 因为我们的会众也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的教会 大家一会 就是大家也会看到 我们的 就是我们的会众和大家是有一些区别的 而且我们的会众中间有很多 还有自立正之类的 所以我们的敬拜比较活泼 也比较随意 就是大家随时站起来想跳舞跳 因为这个就是 过一会儿我们会讲到 其实这也是他们的一种敬拜的方式 那么首先开始之前 他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叫赵燃 大家都知道了 他跟孙牧师介绍过 然后很高兴认识大家在这里 然后我是2017年蒙昭 从北京来到路德华读神学 那么就是非常感恩 我在北京就有听到过这间教会 是我那个朋友告诉我的 当时是他们在我们的神学院教一门课 它叫做Worship and Practice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类似于敬拜语 对就是这个教会的牧师 在我们的神学院教敬拜 因为那一门课 它的最后一节就是关于 它叫做特殊的敬拜 其实就是关于如何融入这些 和大家不一样的人 包括外国人啊 EFL啊 或者是 Non-verbal 或者是就是 就是任何 就是很 就是如何去融入这些不一样的人 让他们能够融入到敬拜里来 于是这门课是传统上是我们 是由我们这个教会来教 因为我们会想到沟通一点点 就是其实当你们发现 但是如果你能和残疾人沟通 我连不说话的人 我都能跟 就是不会说话的人 也不会说手里的人 我们能跟他聊上两个小时 那我相信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人 我们会觉得 哎 这个人我们都没法沟通 我相信 那么 那么就是在那个时候 我看到了这个 我同学在那个学校 上了这门课 就把他录成了视频 就发给我 当我看到的 那个视频的时候 我还在北京 我就想 哇 现在就一定要看 要去这个地方 去看一看 因为我在北京的时候 我们的教会 家庭教会 其实中国地下教会 也是干了很多的事情了 在地下 我们会 就是我们的教会 有一个青少年时光 我们每周 就是每个月 会有两次 去到孤儿院 去和孩子们一起 跟他们做朋友啊 和他们一起敬拜 做这些事情 给他们讲 圣经故事 一群孩子 我们去到孤儿院 找更小的孩子 来讲圣经给他们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就发现 我们有很多不寻常的经历 比如说 很多长期孩子 我们第一眼看到 其实是现在 他能听懂 我们讲的故事吗 我们 就是我们 一直在跟他说 有到底 住这些事的意义 是什么 但是真的是 蒙神的恩典 我们坚持下来之后 我们会发现 他们其实是为我们 打开了一个 新世界的一个大门 那么我们和神的关系 也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发现 哇 神是如此的真实 刚才伟川有讲过 说我们 OK 就是我们要读圣经 我们要认识神 但是我们会 对 我们当然要读圣经 我们当然要认识神 那么我们怎么 就大家有没有人会发现 有的时候 神那么的不真实 就是我们读圣经 读得特别的困 就其实晚上 灵修的时候 祷告就睡过久 或者是有时候 当我们在一个 特别绝望 特别困难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 其实我们祷告 是走不进去的 就是我们和神祷告的时候 很多时候是 主要我都不知道 跟你该说什么 你看我现在 这个样子 其实我们 就是我们不得不承认 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的东西 有很多的意义 议题 很多的问题 是我们没法解决的 那么是不是 我们可能真的要去 换一个思维 去看这些东西 那么我们 从我们这些 不一样的弟兄姊妹身上 真的是学了很多 我们也经历了 神的真实和大力 其实谦卑 真的是来自 我们更多的 去经历神 看到 原来神做事情的方式 跟我们是那么的不一样 我们才能真的 去谦卑想 而不是说 我说我要谦卑 我要谦卑 我要谦卑 一喊一万遍 没有用的 只有我们真的看到 万 原来神做事情 是这样的 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 我们看见 他们怎么去用这些 我们看见 缺悔的 瞎眼的 自逼症 不说话的孩子 我们看见他们 他们怎么去祝福别人 我们才会真的 在神面前 去谦卑想来 那么就是在2017年之后 我就来到了 龙德华 第一件事 就是去到这个教会 去找那个 那个主任牧师 他问我 你想来干嘛 我说我也不知道 对 但是 但是他们当时正在找一个女 他们其实 但是很奇妙 是他们其实当时正在 在祷告 他们想找一个女传道 就是必须是 他必须是女的 最好还会出 最好还会一些普通话 然后需要有神学 就是最好有神学的背景 然后特别的盟神恩典 就是我在神学院的时候 就和他们一起在做实习 然后2020年毕业 就流浪了这间教会 那么上个月呢 在这间教会被按摩 那么真的是他们 也对我很有恩典 也对我很有恩典 那么我们 那么讲完了我教会的故事呢 我想要讲一下我们 奥巴强 讲完了我自己的故事 那么当然讲一下 我们教会的故事 我们教会新生哈尔西间 英文教会 去年开始和中信 有一些 前年开始和中信 有一些合作 比如我们是奥 叫喜乐团契 但是我们说就是 Joint Fellowship 然后我们其实管 我们并不管自己 叫说 Church for people with special needs 我们其实说的是 Church with all abilities 所有的人 就是当我们讲到 All abilities 所有能力的时候 那么就包括 有特殊需要的人 那么一会儿我会讲到 这一间教会怎么成立的 那么我们的教会大概有百分之八十七十到八十的会众是各种的 就是其实很多大部分是自闭症啊或者是就是developmental delay 还有一些就是老年时代 然后脑瘫都会有 那肢体残疾的其实很少 我记得特别有意思 有一次我去一个教会分享 我们教会 那是这个ministry 然后呢 有一个女孩就起来问 她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残疾人 被那个 就是说 他们怎么可能 就是不能融入教会呢 教会都在干嘛呢 除了那些 有个别没有办法了 然后我就问她 那你知道那些 有个别的 实在弄不了 没有办法的人 他们都去哪 他们就在我们这 我们就是那个没办法的 那么所以 这间教会 对 我们是在1974年成立的 这张照片的这个下面两个老人 他是我们教会的 就是是我们的创堂牧师 就是David和Rudy 他们是一对宣教士 曾经在印度 就是做了很多的 做了很多的神经翻译 当他们在1974年 回到温哥华的时候 他们开始寻找下一步 要做什么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们在就是Trinity Baptist Church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 路过过那个地方 就是是在温哥华的49街和Grandville 他们在那天教会聚会的时候 就认识了这个男孩和他的父亲 这个男孩叫做鲍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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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他慢慢慢慢他长大了 他成人了 是高丽特别的喜欢来教会 但是当他长大成人之后 开始参加这个成人的聚会 那么就发现 他慢慢的不是那么喜欢来教会了 因为他从别人的眼神中会发现 就是大家看他有点不一样 那么其实有时候 我们说这个教会 因为说是不包括残鲍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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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 能够去感受到后悟 因为我们就像个女嘉宾 就不知道大家怎么看的 他写的是 Gali lost church and call his bible Jesus lost me and the bible study book 就是我们其实Gali不是唯一一个这样的人 在我们教证中 我记得第一次我去到这个教会的时候 就有好几个孩子 他们已经都是孩子了 都是成年人 但是他们就是孩子的心智嘛 就会上来说 Oh I have my bible with me This is my bible 他们特别的就是我的圣经 他们从小拿到大的那本书 他们甚至有些人 他们是可以背一些经文的 那么这个 Jesus lost me 也是一个很 他们从小唱到大的歌 其实我们会发现 有时候人对神的认识 嗯 不是说一定有了这个神学 这个道学硕士的生命才好 才跟神真的 活 才跟神真的有关系 其实可以 我常常看到他们 我其实会有一些惭愧 就是其实他们 他们也许 他们也许这一辈子知道 Oh this is my bible Jesus lost me 但是每一次当你跟他们弹起这首歌 他们都会笑起来唱 他们真的 你看见那种喜乐 你看见那种 他们 你可以 你没啥去不相信 说 神 跟他们没有联系 因为这个神是活在他们的经历中 活在他们的经历中 他们的认识 就是不是他们的神不是一个黑与白的字 而是在他们的经历中 那么高地的父亲当初在那间教会 他也很招呼 他就会说 为什么这么大的一个教会 难道没有一个地方给高地这样的小孩吗 这样的年轻人 到底是年轻人 因为我常常管他们叫my girls my girls 但我常常见其实my girls 一般在这里都是七八十岁五六十岁的人 所以那么这两个宣教师就看到了这样的需要 然后和高地的父亲一起在这个教会的支持下 办了一个主日学 就是给高地这样的孩子 当然这不仅仅是高地他自己了 那么就开始在教会周围就开始 还有其他教会就开始去搜罗 还有没有这样的小孩 还有没有这样的需要 那么就是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真的有痕 就是这样的孩子太多了 就是当他们从这个 就是从这个青少年主日学毕业之后 他们就再也不来教会了 留在家里 这样的人太多了 那么就是说 那么这个教会就从此开始 慢慢慢慢从一个在地下室的主日学成长 成长现在变成了一个独立的教会 当然我们很感恩就是 Trinity Baptist Church 现在还在接纳我们用他们的 就是用他们的这个 用他们的这个教会 用他们的地下 还像我的妈妈一样在保护着我 但是我们其实是一间独立的教会 那么我们会做什么呢 对很多人很好奇 那你们能为这些人能做什么 其实我们每一间教会除了儿童施工之外 我们都我们都有 因为那么我们也会有主日崇拜 也会有文族培训 那么我们也会参加社会公益 对我们还有就是 Summer Camp这些 那么 这是我们的Sunday Service 上节那张是我们第一个圣诞节的一个service 每年的圣诞节 就是我们会让他们来演剧 因为对于他们来讲 可能真的是我们去给他讲那些 特别的深奥的神学 给他们讲这些可能 其实我们不要说他们了 我们闷心自问 我们在座有多少人真的对那个 特别的能理解 就因为圣经中有太多的问题 我们自身都是理解不了的 但是他真的跟我们和神的关系 又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那么今天 那么就是每一年的我们会 给他们演这样的剧 就让他们自己来到这个 就会自己 就让他们在这个故事中 去经历这个故事 那个有一个 对现在他们已经开始跟我在问了 我们下 就是我们还有两个月 就要演剧了 我可以演Mary吗 我可以演Joseph吗 今年我能换一个baby吗 因为我们每年会拿小 会拿娃娃给他们抱着 其实就是这些东西 他们慢慢慢慢会嫉妒 哦 这是耶稣降生的故事 这是圣诞节的故事 就是真正的圣诞节 它并不是说 仅仅是跟圣诞树啊 礼物啊 火鸡有关系 它是一个和耶稣有关系的节制 它是我们的救主来降生了 在这一天 那么我们在复活节 然后受难日 我们都会有这样的 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敬拜 就是让 就是我们和他们一起 去经历这个故事 我们会去看到 哦 其实 哦 就是我们的神是如此真实 我们可以再去经历这些故事 和他们一起 而且他们很多人 其实Joy Fellowship就是他们的最后一间教会 你们知道就是在前两年的lockdown的时候 我们大概送走了有40多人 就是对我们送走了有40多人 因为他们 怎么说呢 当他们进到这间教会之后 他们的身体 这状况他们就是这样了 很多人就是在这间教会里面长大 也没有太多地方可以去再接纳他们 其实我们真的是 我个人是非常希望 他们能够有一间像我们这样的 就是教会去接纳他们的 但是真的很难 我们也理解 所以其实他们在教会里面 就是这样年复一年的 来参与这样的敬拜 来经历这些故事 那么这就是我们怎么让他们 来记住圣经 来记住神的话 对 然后我们也有我们的Bible Study 现在还在进行 就是也会让他们去 给他们讲一些圣经故事 然后通过一些动画呀 或者是一些特殊的方式 其实我觉得这对我自己的锻炼 就会变得非常的有创造力 当时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 我记得去年的圣诞节 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小组里面 有几个是盲人 那么你们其实有时候讲 给盲人讲圣经 其实是很难的 因为尤其是那种 他也不会盲闻 对不对 然后我们就给他 真的去找到了 那个乳香和墨样 你去就让他们去摸那个东西 去闻那个味道 其实他可能一辈 他可能 你如果给他只读圣经 你就一遍一遍地读那个字的话 他可能真的很难去记住 但是他闻到那个味道 他闻到这些东西 他接受到那个触感 他就会知道 这和圣诞节的故事有关系 三博士 如箱莫药 黄金我们没有 但是拿两个钢缝这样 磕一磕 对啊 其实神的道不是 其实对 神的道当然可以很深啊 但是他们也可以 就在我们的口袋里面 我们也有讲过 那个撒种的比喻 我猜今天伟川讲的也是这个 那我们就到那个农场里面 去看看 就是他们怎么给土来吃 就是怎么来预备这个好土 你去摸一窝那个好土 跟十百地有什么不一样 那就是神的道 其实就是只要我们有心 每一个人都可以来认识神的 因为当我们翻圣经的时候 也会发现 其实圣经不是只是black and white 它有色彩 它有触感 各种各样的树木 那个香柏木的味道 到底是什么样的 你摸上去试试 是什么样的 你知道我们很多次 带盲人出去旅行的时候 我们就会来你摸摸这个房子 这个木头是什么木 你来这样摸着 你就会看见 它看不到 但是它能记到 它真的能记住那个触感 还有就是我们讲圣灵 圣灵是什么 圣灵多难讲 在圣经里面 但是你知道我有一次问一个盲人女孩说 你觉得这个圣灵是 你觉得圣灵到底是什么 她说就是我的caregiver 她有我的 她有我的 她有我的scadget 我特别的信任她 我看不见 但是她一直这样带着我走 她会一直在告诉我 声音很 她会用那种很轻很小的声音 在告诉我说 我们现在到了哪条街 我们在49街 在Grandview 我们现在在教会了 在门口 你听听这个声音 因为那个房子是木头的 所以你的声音 就那个回音不一样了 我们到了这个地方了 轻轻地再跟她说 往前走 你要做好准备 slow down 因为我们要转弯了 我们要上楼梯 下楼梯了 其实这不就是圣灵 对我们的工作吗 那个最轻最轻的话语 还有的时候她会说 我去一下洗手间 你坐在这 你要等我 可能会等很久 但是她会说 她一定会回 她一定会回来的 我相信她一定得回来 这个所以她才会坐在那 而且她其实你知道吗 当那个盲人坐在那的时候 她也会 他也会很焦点 她什么时候回来 我的care giver什么时候回来 只要有人拍拍她 对她说 你再等一下 你再等一下 但她绝对不起来 为什么 她知道那个关系在那里 她一定会回来 甚至有一次 我们 就我有一个朋友 对她今天上午 还和我们一起敬拜 刚才 就是很多次 我坐在她身边 我没有说话 她就说 白安娜你来了 我问她 你怎么知道是我 你知道她就说 我不知道 我就觉得是你 她听脚步 她可以说 Pastor John Pastor David 那些和她有关系的人 她都能认识 听声音 或者感觉 所以我们会发现 其实我们在 给他们做 Bible Study的过程中 我们会发现 其实圣经可以是 鲜活的 神的道 是活活的道 有触感 可以听 可以摸 可以 去用颜色 用各种各样的 就用各种各样的形式 来表达 来把各种各样的人 用他们自己的方式 给带到神的故事里面 我们不一定非得 要都成为圣经学者 才可以去认识神的 那么真的是 我们也特别希望 有一天 有更多的人 能够加入到我们 这个Bible Study里面来 其实不仅仅是 对于残疾人 我相信是对于 我自己任何一个人 都是一个 很不错的一个经历 那么对 下面这个 是我们和中信 去年合作 在用他们的地方 也是一个拓展 非常 很开心 能有这样的connection 对 然后这张照片 是他们的 是我们的一个 外展活动 我不知道 有多少人知道 这个 爱非非 这个机构 International China Concern 他们每年在 在那个 Stanley Park 就是疫情之前 有一个活动 叫做 Walk the Wall 其实是为中国 孤儿来筹款的一个活动 我想可能 有一些人 可能会知道 年轻人 可能还走过 那么其实我 这个照片 其实我们每年 也会去参加 这个活动 其实让我很感动的 就是这些 我们这些会众 真的让我很感动的 就是 我记得第一次 就是我们常常会觉得 OK 他们需要被人服侍的 他们需要像一个 就是 他们需要像一个小 就是他们需要被人服侍的 需要像一个小baby 一样 我们把它放在那 你要吃什么 对 对 大家一想到 诶 不是谈 谈鸡人 会想到什么 要不要给他们做饭 要不要带他们上厕所 然后厕所谁来扫 床单谁来换 特别脏 然后 就好像 他们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人 坐在那里 只是让我们来 为他们服务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想到 如果有天我们坐在那 只有别人来为我们服务 我们什么都不能干 那么我们的想法会是什么样 那么我们的感受是什么样子 那么我们就真的那么开心了 所以今天我会 其实当我和他们接触的时候会发现 其实他们很大的一个乐趣 就是来自于服侍 所以我也很希望将来有一天 我们 就是不管在每一个教会 我们都特别希望有一天能够和大家一起 有一些外展的施工 像这个我第一次去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 因为他走的那十公里有大圈有小圈 我是以为他们肯定会到那儿意思一下 吃点东西就回来了 你知道吗 结果我活活地跟着他们走了十公里 那是我第一次在温哥华远足 你知道吗 就是我在温哥华走得最远的一次 就是跟着他们 我不知道他们真的是就是 他们真的很认真的在做这个服饰 他们愿意去就是说 去有这个服服 去参与这些事情 包括今天我们每个 就是包括每个周日 他们都会来问我 哎大家那今天我能干什么 我能去拿个那个 就是offer那个盒子吗 我能去offer team吗 我能干点什么 其实我们会发现 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对于残疾人的印象 可能仅仅是我们要服侍他们 但其实他 我们会有时候会忘记 他们是想要去服侍人的 他们需要每个人生而为人 我们需要有这个能 我们需要有这个尊严 这个尊严来自于 我们可以为别人做一些什么 我们需要被 他们也是想要被需要 所以就是非常的希望 大家有一天 我们能够参与到这个时空中 我们一起去探索 他们可以做什么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也会看到 哦原来他可以背圣经 原来他可以服侍人 原来这个姑娘 她推的那么的用心 她能记住这个教会 每个人的名字 我都记不住 只有在这样的服侍中 我们真的去接触她 我们才能够去有这样的经历 我们才能够看见 哇原来神的作为那么奇妙 超乎了我们的 我们是那么的有限 不 那么这样我们怎么能去不谦卑 没有对比就没有谦卑啊 弟兄姊妹 我还有多少时间 对 那么就是我们在COVID 这段时间中呢 也是非常的就是 感谢大家每一个 我们认识的人 包括韦川啊 我们认识的人 为我们的代表 就过去的两年 真的很难 我们送走了那么多人 30多人 我记得 嗯 前几天我在看一个电影 叫做The Sandman 在那个 在那个 那个 就是 他是 那个 sorry 我说话口 我说话也口吃 嗯 对 但是现在靠说话来为生 对 前几天我在看一个 就是看 看一个 就是看一个剧 在 在那个 他叫做 他叫做The Sandman 其实他是一个 讲的是 也是一个就是不是我们这个神的故事啊 但是他里面有一个角色 他叫做死神的 他叫做The Best 其实他的职能就是说把这些要索的人给中转到他们的另一个世界 但是我在看那个就是我在看那个剧的时候我又在想这不是我去年三年的工作吗 因为我们他们就是就是你知道就是lock time这种生活我们有嗯对他们的影响特别大其实我们走的40多人里面只有一个人是真正的事情因为covid走走的其他都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没了希望整天躺就是整天躺在那里或者不关在那里 嗯就是在这个panded在这个lockdown之前他们会说啊我要去day program我要去交会 我要去看我的老就是就是我要去看我的老朋友我要去看我的呃家人 这些其实这其实这其实这就是他们活着的希望他们有自己的社群 但是当这种lockdown一开始什么都没有了那么很长一段的而且很难去让他们理解呦发生了什么为什么突然间就不能去交会了 然后呢我记得有那么就是很多人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身体本来就不好那么然后慢慢的就是越来越每况愈下那么最后就是走到了尽头就当一个人他没有了生存的希望的时候那么我们嗯他们的就是他们的家人和他们机构对因为跟我们的关系很好也知道这是他们的需要 所以会允许我们去看他最后一面去给他去送他们走就是我记得我第一次去送一个人的时候他是嗯80多岁其实在pandemic之前我知道他身体超健康的 但是当我去看见他躺在那的时候我和我们的主人牧师去的因为我们要去观摩他怎么送别人走对你知道吗当人当他躺在那的时候我真的看见这个人是有就是人是有灵魂的人一定是有灵魂的我会看到他就是吊着那口气那个样子他要拼命的活着因为他害怕死亡他害怕就是他他将要去面对的 你知道吗就是当我们握着他的手的时候我听到我们那个主人牧师在跟他说就是在跟他说你不要害怕你知道谁在等你吗你的好朋友你的父母就是然后他给我念他给那个人念了因为那个人他在终于Fallowship有20多年了已经30年了那么他给他念了过去30年去世的每一个人的名字 就是当你走的就是当你走温他就会告诉你你就安心地去吧某个人在谁谁谁谁在那里等你主要一直在那里等你然后我们以前的牧师你的朋友在那里等你 然后很快我们也回去Diana也回去每一个人都回去你知道吗当我们只有是其实我们也许每个人我们一辈子只有一次去面去自己面对死亡但是当你真的是自己去陪着这个人去面对死亡你他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看见的人你送他走 你会发现其实天国真的是真的是真实你就是在这一边他能看见的最后一个人 如果我们在地上那么他的所有朋友都在这个教会里面对几个小时就是最后我们唱着那个耶稣爱我他就他就那么安然最后他就是很平安地就走了走了你知道吗就是我常常在想如果我们 其实你说是什么让我们有勇气去面对那么大的一个位置就是那一个一个的名字 那一个一个的记忆就像我从温哥华回北京我不会去害怕因为我妈妈在那边等我我从温哥华我从北京回温哥华我也不会怕 因为我知道有人在接我一样啊当他去到那个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的事的地方的时候 他的老朋友在那等他一个一个一个的名字一个一个一个的经历最后主耶稣在那他唱了一辈子 Jesus loves me终于要见到这个真人了就是这样对不对其实嗯有时候我们会想说哎这种wonderable这种wonderable group的服饰是不是很丧的一件事儿 但是但是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在这里讲圣经讲的是生命之道生命之道面对的就是死亡 好像离我们好像离我们很远对不对好像跟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教会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今天可以吃吃喝喝都OK 但是你知道吗但是你知道吗可能当我们走到那一刻的时候就是我们今天的记忆陪着我们 就是我们今天我们为什么常常说教会是天国在地上的缩地上的缩影你知道这是我在这间教会里面学里面学到的 如果我们在教会中我们都感受不到这个天国我们就是这些朋友陪着我们会这些记忆陪着我们走过那一段死亡是那么的真实 我们今天所做我们今天每一刻都在和那一刻息息相关弟兄姊妹们这是我的朋友们交给我的 那么抱歉对那么当我不好意思没想分享这个圣灵做工 嗯不好意思啊嗯那么当我们分享吧对对今天一进来就觉得非常想给大家讲故事 那么讲了那么多故事那么我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需要和希望大家来带导的这些就是就是希望大家来带导的一些事情 那么首先就是我们确实是需要志愿者嗯就是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志愿者 不一定说我非要学过什么就是特殊教育啊之类的没有必要就是因为我们没就是就是我们很需要那些会音 音乐呀只要你嗯不仅就是不管是弹吉他弹琴都ok或者你喜欢唱歌或者你你就喜欢那个氛围 你喜欢那种很喜乐的氛围都可以欢迎你们来那么还有就是我们曾经有一个手影师师班那么现在带这个师班的老人已经九十多岁了这个确实是一个就是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愿意来给我们 这是之前我们的训训是每个月一次所以就如果真的有弟兄姊妹有这样的恩赐 就很简单其实能用手语教一些特别简单的儿歌就ok不需要真的去沟通就是那么我们会很感恩那么我们每年还会有赢会就是如果大家有想有一个特别短暂的来和来触电一下这个群体那么欢迎您来可能是一一天也好三天也好 就是这个是一个可能其实能够最深的去经历另一个群体的机会就是我们有一段时间跟他住在一起就是和他一起交流不仅仅也是照顾他的就是你们在这个这个你们在这个营会期间的关系是不是那种body的关系有这样的一个朋友你去深入一下他的生活一一天就够 你会发现我们的生活你就会发现哇我们对神对人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那么包括我们也希望有一些合作的机会如果我们知道就是周围我们有有家长有这样的需要比如说谁的孩子是残疾人家长也很需要有一个这样的群体 就是那么也希望就是也也那个希望大家就可以可以来介绍给我们 因为毕竟他们面他们也面临着一些特别是家长也面临着很多很现实的问题 比如说百年之后给孩子怎么做计划 然后说那那这个孩子将来怎么办 这些都是需要资源共享的 所以我们也是对家长也是向家长来开发可以推荐给我们 那么还有就是说卷主培训 其实我们刚才讲的只是冰山的一角 那么外展施工也是一个和就是大家来筹调他们的机会 那么包括我们也在对而且有一个很现成的好消息 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教会之前一直是英文教会 也没有过普通话的木也没有过普通话的传道人 那现在有我嘛 所以我们打开了新的也是打开了新的就是一个新的窗口 那么最后还有就是我们也希望可以更多的让其他的教会去认识这个群体 其实我们可能会想说哎这残疾人跟我有什么关系 今天大家在这哭完了回去哎呀真感动 但我家又没有残疾人我也不残疾 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但是其实我们知道呢 残疾人意义就是关于残疾人这个议题后 他只是一个表表面他下面会 其实我们教会中很多人他不是先生残疾 他只是老老了之前我去过就是 嗯我想问大家有谁说在这里说我永远不会老 我今天20明天18没有这样的人是吧 其实很多人他真的就是他年纪大了 人到了八九十岁多多少少会跟那方面就是多多少少会沾一点 就是对就是还有一些其实我记得去年我去探访过一个弟兄 他住在一个就是长期就是一个长期看护的一个养老院里面了 嗯他我不知道他还能说话 直到我上次去探访还跟他坐了半个小时 我不知道我一直以为他不能说话 然后我看在他的那个房间里面的照片 你知道吗我才知道他不是先生残疾他以前结过婚 他以前是做什么是一个什么工程师 对他有他的就是他有他的家有他的孩子他的爱人 他有自己的生活和每个人都一样 后来就是得了一种病慢慢的就是嗯 慢慢的就是身体慢慢的退化瘫痪最后是看不到 在我去年见到他的时候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每一个人都有过自己的生活 其实当我们真的去看他们的历史的时候 我们中国人可能不喜欢说有不吉利的话 但是我真的很想在这里说 他们离我们不远我们离他们也不遥远的 那么还有就是在他们这个后面另外一个议题 对就是和谈基人相关的就是老年人事务 对不对 那么另外一个议题就是我写在这儿的沟通 就像我开始说如果你能和那人他躺在那一天不能说话 但是你可以跟他安安静静的 你特别的你可以特别平安的跟他待上两个小时 不说话 但是我知道他才 但是我觉得但是我真的给他带来平安 他也给我带来这样的平安 那么我们还有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沟通不了 我们还有什么样的事情 的人我们不能去尊重 我们说我们常常说这个人我爱不起来他 我觉得我们该爱仇敌 但我看着他我想揍他 对 就是那么如果我们和这些他们在一起 就是如果我们真的和这么不可爱的人 你真的都能和他平平和和的坐在一起 你可以对他笑 还有什么你真的笑不出来的事吗 那么还有就是就包括 其实和谈基人是一个最深的跨文化 因为自闭症的孩子每个人都不一样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他们的感官他们的所看所听所想都不一样 那么我们就是要 而且他们不可能进到我们的世界里 我们就是要进到他们的世界里 就像耶稣到我们的世界里一样 到神肉身是什么 神变成我们的样子到我们这里 对不对 同样的 当他们不可能进入到我们的世界里面的时候 我们可以进到他们的世界里 我们可以去看 去以他们的眼神去看这个世界 如果我们跟他们都能做到 那我们家里那青春期的小孩 就是我们还有什么样子 我们没有信心去做这样的事情 对不对 那么还有就是当然挪不开的苦呢 我们常常说 我们祷告 我们要得胜 我们要祷告 但是他 很现实啊 就是有人在轮椅里坐了一辈子 他就是没醒 我是传道人 但是我从来不会跟人家去讲 你祷告得医治 那如果神不医治你呢 是不是就过不下去了 神的恩典就是仅仅现在医治 当然我们知道 当然躺在那里很疼很难受 我们当然为了祷告 但是我们这世界上就是有很多苦难 我们就是挪不开 它就是发生了 对不对 我们每个人生活中都有那种 哎呀没法解决的问题 那么我们如何去和这些问题去共处 我相信当我们和这些 你就眼看着这样的不可解决的困难的人 你和他们生活一段时间呢 阿易天 我相信神会对 神会借着他们的生命对我们来说话 那么还有就是灵修 我们就像我们刚刚讲了很多 圣经我们可以做很多方式来读 并不是说我们 就是当然我们一定要去理解他的背景 我们他的罪念意思真心 我们当然要知道 我的意思就是说 那个启发会还上上的 就是但是圣经 就像我刚才讲的神的话是活活的 神的道是活活的道 它是一个在我们生命中 我们是活在神的话里面的 它不仅仅是用来背的 它用来经历 它是光我们要走在这个光里面的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围绕这个残疾人群体可以展开的议题 那么我想最后 对哦这个有一点点的 那么最后也是给我们自己教会做一个广告 就是我们在每年的周六 就是我们在每年的11月底会有一个圣诞市场 就像我刚才所分享的 就是我们教会 它是一个由宣教士来组成的教会 那么也有很多的宣教士在这里做同工 所以他们每年会从世界各地 会带回来很多真的是很不错的 就是当地的一些工艺品 就是可能包括非洲啊 当然我还看到过中国的 包括非洲南美或者欧洲或者是东南亚这些 那么它确实是一个可以 我们每年的11月底会有个圣诞市市场 就会在这个Trinity Baptist Church 我们会卖这些东西 它也是我们的一个筹款活动 也包括我们的一些 就是我们的姑娘们自己吃的帽 的帽子和围巾 还有很多手套之类的工艺品 还有一些 对也欢迎大家如果走过路过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那这是我们网年的照片 对然后还有这个Life Music 欢迎大家来这个一盏歌 如果有人喜欢唱歌的话 对相信也会是一个很好 也会是一个很喜乐的经历 那么最后在这里 对谢谢大家 我们分享完了 也感谢大家的福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